李仔儿是一位特别具有话题度的女明星,虽然近段时间她的作品和影视并没有很突出的成绩,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很多人瞩目的一位明星之一,很是具有人气和话题度。 她和黄小明曾经的一段恋情,也是被很多人所熟知,而最近李菲儿就在一档节目,谈恋爱的心得和经验,为很多的恋爱中的女孩指点迷津,李菲儿也是在节目中讲出了很多的恋爱的小套路给大家,告诉大家这么样喜欢的男生。 比如李菲儿就表示在一起出去玩,后回到家男生问你到家了吗?不喜欢的可以回到家了谢谢,但喜欢的男生可以反问他是否也到家,进一步可以深入切入话题往下聊,一下就让在场的人恍然大悟。 不仅如此,李菲儿还现场和男主持人模拟聊汉的聊天对话,一言一语相互都特别具有大套路,到现场的观众都惊喜不已,网友们也是大哭,李菲儿快开一个恋爱节目吧。 不过也有网友对李菲儿的这些套路和恋爱技巧吃之以鼻,表示就算是这样的,李菲儿只说还是在和黄小明谈恋爱,那时候被baby养颖截糊了,最后还说是这样的。 还是把黄小明给了baby养颖也有网友表示在现场教授,谈心得的李菲儿自己目前也是一个单身,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呢?又怎么看待李菲儿的恋爱技巧呢? 免责猙獰,文中图片引用之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